在屏幕中间放一根香蕉 点击就有可能获取香蕉掉落物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内容 但却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游戏 每日Steam在线人数达数十万 获得了84%的好评 于是我下载游戏玩了一下 游戏的具体规则是 每过三个小时点香蕉会掉落一个普通香蕉 每过18个小时会掉落一个稀有香蕉 这些香蕉可以在库存里看到 除了可以当做皮肤替换上去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挂在交易市场上售卖 像初始的香蕉这种比较普通的 可以售卖三分钱 目前最贵的香蕉甚至卖到6000多块 6月份的时候甚至有一条1万多元的成交记录 难道是我和时代脱轨了吗 问题是这东西离开了这个游戏 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呀 别的游戏你买个皮肤 好歹还可以边玩边看 谁家大远走整天盯着个香蕉看啊 至于想靠香蕉赚钱的玩家 在游戏的评论区有人算过了 每天卖香蕉赚钱 到84也就能赚1000块了 把电费用在这样的赛布垃圾上 还不如去捡真垃圾来钱块呢 捡半天塑料瓶还能赚几时呢 就别考虑那些好几千块的香蕉了 真有那运气走路也能捡到钱吧